短炼脂肪酸是最厉害的代谢物 俗话说得好 要想长出参天大树 首先要有优质的树苗 另外还需要有适合的土地做支持 如果说在肠道当中 有一君是优质的树苗的话 那么短炼脂肪酸就是合适的土地 短炼脂肪酸它的存在 为益生菌的生存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还有氛围 短炼脂肪酸是一组由五个或以下的碳原子组成的脂肪酸 和长炼脂肪酸不同 短炼脂肪酸是由燕氧细菌或者酵母菌进行糖酵解制造出来的 例如我们吃的醋 它的酸味的来源就是这样出现的 短炼脂肪酸也是容易挥发的脂肪酸 当食物出了小肠到达大肠之后 那么没有被消化的膳食纤维在大肠之内被较解 就会释放出短炼脂肪酸 短炼脂肪酸包括 甲酸乙酸丙酸丁酸丁酸义物酸还有物酸 它们对于维持大肠的正常功能和大肠上皮细胞的形态以及功能 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过往的视频当中老安已经告诉过大家的是 这个上皮细胞是肠道屏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道屏障 短炼脂肪酸既然可以维持上皮细胞的形态和功能 那么也就意味着它可以维护我们肠道屏障的完整性 不会破坏 短炼脂肪酸还可以促进钠的吸收 丁酸在这方面的作用比乙酸和丙酸更强 并且丁酸可以增加乳酸杆菌它的产量而减少大肠杆菌的数量 一句话 短炼脂肪酸是非常有用的肠道代谢产物